慈禁路上夫妻相伴 与您分享的是这一对 在马来西亚的夫妻党 先生是一位建筑包商 忙事业的同时 却也把环保站的建设 放在心头上 还带着妻子 天天都盛起薰发箱 修行道路上 共同成长 马六甲建筑商陈温翰 积极推动慈禧制业 带领员工进行环保教育站的建设 出钱又出力 你不把握这个因缘 改天你认为说 我现在钱有能力的 事件有能力的时候 你才要去做 可能没有东西可以做 每个人都做完了 2013年8月开始 他也每天乘起文法 从不懈怠 你坚持7天还是14天 你就可以做得到 就像你平时的一份工作 下雨天他都会一个人 单单一个人来这边训法 就真的是看到 那个路法那份精神 真的是要我多多歇息 在地方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你想把代替上人的法 自度度人 陈温翰的妻子陈淑青 也受到感动 之前我都会拿上人的法 不是他讲我而已 我也是会去讲他 那训法相过后 就会比较反省多一点 感恩多一点 其实上人的法 不是拿来训人家 其实在训我们自己 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这么伟大的大尊者 文法入心 陈淑青在活动中 更勇于承担与坚持 我需要把这件事情 先做对 而不是说 那这么难不做就算 所以训法相识 每一天的力量都在里面 生活中需要的质量 都在里面 修行道上 夫妻彼此陪伴 会命日日增长 大爱新闻 李佳佳 钟建明 马来西亚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